大药件的时候 那1958 接下来就开始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 那饿死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吗 都不知道 而且现在中国人还不知道 这个3000万到4000万是很多很多人的 怎么说呢 用各种资料最著名的是有一个我也采访过的 杨继生老师的过去新华社记者 他自己其实的他的自己的 就是说父亲就是饿死的 然后呢 他本来是新华社的记者 后来他退休以后 他利用退休前几年时间 到各地的档案馆 因为他是新华记者有特权可以进去查资料 他查的资料以后 就把这个还原到当时中国的被灾的情况 写了一本书叫墓碑 在香港出的 这本书就很轰动 因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这些资料在中国是绝密的 所以说呢 当杨继红这本书 杨继生这本书马上就变成禁书 在中国国内是不能看到的 那么也就是中国的 现在的政府 或者是为替政府说话的这些 学者 还说 没有饿死 或者没有饿死人 或者饿死人都没有这么多 就是 他们政府这些消息 中国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 啊 好好好 哇 那 像人民公社 你其实1972年生 所以人民公公社当时的经过的这种饥荒啊 排队啊 没有食物 你并没有经历过 我自己的时候要好得多了 就是说 最残酷的是 就是说 60年代初 的这些 所谓的天灾 造成的饿死人 然后后来就是文革的时候的 大规模的武斗 整人 这个 百人整死这种红卫兵的 各种各样的 大混乱 这个时候呢 我还没有感伤 就是 我是1972年出生嘛 那么 时平就稍微赶上一点点啊 但是说呢 我 就是 其实 文革所谓十年 其实最严重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年 然后后来以后也就 中国也折腾不动了嘛 然后红卫兵都去 让上山下乡 都跑到毛泽东把他们发配到农村去了 那时候毛泽东去政权已经稳定了 但是说呢 文革的 就是毛泽东不死 文革不能平反 所以说毛泽东1976年死的时候呢 才才把文革整个翻了翻过来 所以才变成就是所谓十年文革 其实是最初的三年是最激烈的 那么 我生 我 我出生的时候呢 我小的时候呢 已经到了文革的末期了 但是说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但是是实际上没有像那么惨 台湾有一种说法说 经历过文革大革命的这些人 他们在斗争的性格上 或人性上面其实是深受影响的 习近平也经历过吧 习近平 他被下放 他就真正是文革那一代 他就是文革的时候呢 红卫兵那一代嘛 他最早也参加红卫兵 但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他父亲被打倒了嘛 所以说呢 后来就是说 被下放到了 这个延安他的这个 陕西省啊 在这种人 就是说 文革这一代呢 他们首先呢 就把中国的所有的传统文化 全部否定掉了 不管是儒家思想啊 什么礼仪廉耻啊 这些东西 而且把所有的宗教全部否定到了 宗教其实 所有宗教基本上都是教人向善嘛 就是一般的大陆的 宗教完全否定了 然后呢 建立了一个让他们一种共产主义思想 把他们所有东西 把他们埋在脑子里面 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呢 其实呢 到后来文革之后呢 这个也崩塌掉了 那所以说他们这群人是没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说道德无底线嘛 道德无底线 对 做的所有坏事没有 没有神在看嘛 所以 不会有什么良心谴责啦 不会有羞耻感啦 这种 所以说现在 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中国是红卫兵之国 没有信仰的人 是